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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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我們的專業知識去關懷及協助有需要的人士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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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份工作很像立我的性格 每天會遇到不同的事和人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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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援助律師是遞訴申請及審查科的 要成為法律援助律師 需要一個法律學位 和要讀過法律專業文憑 另外要經過實習 成為執業律師或大律師 才可以入職法律援助律師 做這份工作 是因為我很希望可以用我的專業知識 來幫助社會上不同階層的普羅大眾 令到他們得到他們真正的需要 我是Ivan 我加入法律援助署 已經有差不多四年的時間 在這四年裏面 我曾經在申請組和刑事組工作 處理過不同類型的案件 豐富了我在法律工作的經驗 和很多私人需要的律師一樣 法律援助律師需要親自處理案件 但我們的主要工作職責 是去審批法律援助申請 以及去監察外委律師的工作 以確保受助人的利益得到保障 法律援助律師的日常工作需要接觸不同層面的事物 受助人有時候未必能夠清楚 明白他們想面對的法律問題 我們希望透過生日展出的解釋 令他們明白他們想面對的情況 李先生你好 我是葉律師 有時候跟受助人會面的時間 見到他們由徬徨無助的神情 經過我們解釋之後 變得很有信心 很放心地將他們的問題交給我們處理 當中都有很大的滿足感和成就感 大部分的受助人 都是缺乏法律知識和無助的 所以作為法律援助律師 需要冷靜地處理 要顧及受助人的感受 細心聆聽他們的訴求 要用理智和專業的角度 和他們分析案情 無求可以幫助他們 當然很多時候會遇到比較棘手 或者困難的案件 但我很慶幸我們的部門同事 每一個都毫無保留地指導我們 令到我們最後可以一一解決困難 在工作上 我們有時會收到受助人 或者其他人士的口頭感謝 或者答謝信 這些都是我們工作上 一個很大的支持和鼓勵 而且在我身邊 有一班很好的同事 為我提供了很多的支持和指導 讓我能夠順利完成我的工作 我相信透過法律援助署 各位同事上學一心 我們能夠為社會大眾 提供完整的法律援助服務 入職的時候 我們是法律援助律師 然後我們有機會進升為 高級法律援助律師 和助理首席法律援助律師 最後我們也可能有機會成為部門署長 我入法律援助處已經一年了 比起以往 做私人執業律師 我的經驗很不同 因為我可以接觸普羅大眾 不同階層的市民 真正幫到他們 在代人自密各方面 有了同理心 處理每一件事 也都成熟了 我相信 每一位有意成為 法律援助律師的年輕人 都可以在這份工作裏面 找到意義和樂趣 我覺得法律援助律師的工作 相當富有挑戰性 因為可以接觸不同階層的人士 在這幾年來 我學習到多關心別人的需要 多聆聽他人的聲音 作為有志投身法律專業的人士 如果你想找一份服務社會 貢獻社群的工作 法律援助處 歡迎你